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耶和华跟他说 我告诉你 他们都要想要杀你 因此耶和华心里面就很生气 也很痛苦 就跟神抱怨 那神也应许他说 我以后会灭绝他们 但是很显然耶和华 他心里面的那种受伤 委屈跟愤怒 没有办法被耶和华说服 我们来看十二章 要与你理论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 大型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 你栽培了他们 他们也扎了根长大 而且结果 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 心却与你远离 耶和华 你晓得我 看见我 查验我 像你是怎样的心 求你将他们拉出来 好像江崽的羊 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 这地悲哀 通国的青草枯干 要到几时呢 因骑上居民的恶行 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他们曾说 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 十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为义 楚华我辩不过你 我跟你讲什么 你都对 但有一件 我还要与你理论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 大型诡诈的人为何得安逸呢 你说你以后会 惩罚灭绝 这些恶人 包含我的家乡的 亚拿图城的这些祭司们 可是呢 我觉得很不公平 应该是现在你就要作为 为什么还要等到以后呢 第二节你栽培了他们 他们也扎了根 长大 而且结果 这个叶利米是针对 十一章十九节里面 耶和华 这个指示 叶利米说 这些人要害你 你的家人要害你 他们要说 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 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 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 那 叶利米被形容成一棵树 要连树带果子都被砍掉 连根拔起 因此叶利米在第十二章这边 第二节他就说 他们也是一棵树啊 他们也是被你栽培炸了 跟长大 而且还结果子 看起来还叶子不枯干 看起来凡他手所做的 还尽都顺利 但是呢 你没有看见他们是口与你相近 心却与你远离吗 耶和华啊 你晓得我 你看见我 你查验我像你是怎样的心 我跟他们不一样 因此呢 我求你将他们拉出来 好像将宰的羊 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 因为在第十九章的时候 这个 叶利米对耶和华说 我很像是一个柔顺的羊 要被迁到宰杀之地 被我的这一些 父家的兄弟姐妹家人 杀死 主啊 不是我要被杀死吧 这应该是他们吧 他们这些不顺服的人 对你真的是 心里跟口里不如一 不合一的人 应该是他们要被你拉出来 被宰吧 他们应该像是江宰的羊 被你杀戮才对 第四节 这地悲哀通过的青草枯干 要到几时呢 都是他们害的啊 因为其上的居民的恶行 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他们曾说 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 他是指谁 耶和华上帝 他们对你说出这种 骄傲狂妄的话说 耶和华上帝看不到 我们的结局 也就是说 耶和华你所说的这种 我们被审判的结局 不会临到我们身上 面对耶和华的抱怨 愤怒跟不平 耶和华怎么回答他呢 第五节 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 尚且绝泪 怎能与马赛跑呢 你在平安之地 虽然安稳 在约旦河边的丛林 要怎样行呢 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 都用奸诈待你 他们也在你后边 大声喊叫 虽像你说好话 你也不要信他们 我离了我的殿雨 撇弃我的产业 将我心里所亲爱的 交在他仇敌的手中 我的产业向我如林中的狮子 他发声攻击我 因此我恨恶他 我的产业向我 岂如斑点的智鸟呢 智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 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 带来吞吃吧 耶和华说 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 尚且觉得累 只能与马赛跑呢 你在平安之地 虽然安稳 那在约旦河边的丛林 要怎么样行呢 耶和华安慰他的方式 竟然是说 你很像是跟一个走路的人 一起同跑 都觉得累 那你跟马赛跑怎么办呢 你在这个平安的地方 走路安稳 都觉得辛苦 那有一天在更困难的 约旦河边的丛林 走路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神就是告诉他说 我知道你现在觉得很难过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以后会更难过 你以后会面临更多的 众叛情理 而且你以后还会亲眼看见 你所预言的全部都实现 他们全部都要被消灭 那时候你的心情 是更痛苦的 如果你连现在都承受不住 你以后怎么办呢 你要怎么样继续担任先知呢 第六节 因为连你的弟兄跟你的父家 都要用奸诈待你 他们也要在你后边大声喊叫 所以向你说好话 你也不要信他们 你会遇到众叛亲离 的这种的对待 那为什么耶和华要跟耶利米讲这个呢 因为第七节 耶和华告诉他说 我知道你的心情 但你知道我的心情吗 你觉得你的心情让你很难受受不了 可是如果你是我的心情 你受得了吗 第七节耶和华说 我呢 我离了我的殿雨 他会抛弃他的圣殿 撇弃我的产业 将我心里所爱的 就是他的百姓 交在他仇敌的手中 我的产业像我 如林中的狮子 发生攻击我 你的这个父家跟你的兄弟 他从背后 对你说好话是想要害你 而我呢 我的百姓 我的产业 要转脸像狮子一样攻击我 使我心里面恨恶他 我的产业像我 岂如斑点的智鸟呢 智鸟是一种肉食的鸟类 很凶残的 但是这个智鸟 他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耶和华要 让更多的智鸟 在他的思维攻击他 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 带来吞吃吧 这是耶和华的心情 他眼看着他所亲爱的 变成狮子 变成肉食的鸟类 转身来攻击耶和华 以至于耶和华 就召聚更多的 肉食性的百兽 肉食性的鸟类 要来审判 这个悖逆的 他的产业 第十节 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 践踏我的粪 使我美好的粪 变为荒凉的旷野 他们是地荒凉 地即荒凉 便向我北爱 全地荒凉 因无人介意 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 一切静光的高处 耶和华的刀 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 进行杀灭 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 他们种的是麦子 收的是荆棘 牢牢苦苦 却毫无益主 因耶和华的烈怒 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 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 践踏我的粪 使我美好的粪 变为荒凉的旷野 谁召去这许多的牧人 来践踏耶和华的葡萄园呢 正是耶和华自己 你看他的心 那时候多么纠结 多么的痛苦 十一节 他们使地荒凉 地际荒凉 变向我悲哀 全地荒凉 因无人介意 当审判来临的时候 神的产业 要全部变成荒凉 而践踏这些产业 成为荒凉的人 他们没有人会介意的 因为只有耶和华介意 这原本是我的产业 我的百姓 十二节 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 一切进光的高处 耶和华的刀 从这边直到地的那边 进行杀漏 凡有血气的 都不得平安 他们种的是麦子 收的是荆棘 劳劳苦苦 却毫无益处 因耶和华的烈怒 你们必为自己的土地羞愧 这就是耶和华心中 沉重的悲痛 这是叶利敏 能够完全体会的吗 可能很难 但是耶和华 也跟叶利敏 倾诉他心中的痛苦 他也希望透过这样 能够让叶利敏知道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当先知很不容易 但是当耶和华更不容易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盼望 虽然百姓真的都这么悖逆 最后也会灭亡 但是在耶和华心中 有一个盼望 他要把这个盼望 透过耶利敏 对他的百姓来说 虽然上帝把他们拔除 毁坏 请父 但是上帝也要重新的栽植他们 重新的建造他们 审判不是最终的目的 审判是管教的手段 审判是要让他们悔改 使他们重新按照神的旨意 被建立起来 14节 因此耶和华就对耶利敏说 耶和华如此说 一切恶灵 就是占据我 使百姓以色列 所承受产业的 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 又要将由大家 从他们中间拔出来 我拔出他们以后 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 把他们再带回来 各归本业 各归故土 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 指着我的名启示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 指着巴黎启示 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 他们若是不听 我必拔出那国 拔出而且毁灭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一切的恶灵 就是神所呼召来 让他们审判百姓的这些恶邻居 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 所承受产业的 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 又要将由大家 从他们中间拔出来 还记得耶利米蒙昭 他的中心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一章第十节所说的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了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寝负 又要建立栽植 耶利米要执行上帝的吩咐 上帝好像是一个农夫 要把不好的农作物拔出来 然后重新把好的植物栽植 他又好像是一个建筑师 把坏掉不好的建筑物拆毁 然后重新建造 合神心意的建筑物 不仅是对以色列如此 对犹大如此 对列国万邦也是如此 因此十四节这边说 这些恶邻居 他们欺负以色列百姓 我也要把他们从本地拔出来 他们也会亡国 他们也会流亡到四处 而我要把 被掳到他们那里去的犹大家 重新再拔出来 带回来 也要重新建造 十五节 我拔出他们以后 指的就是把这些列国 恶邻居拔出来以后 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 把他们再带回来 各归本业 各归故土 其实神是公平的 神对待以色列 对待犹大 对待列国列邦也都一样 把他们拔出来之后 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他们 而是要有一天让他们悔改 也能够被 在原地重新被建造起来 被种起来 十六节 他们还是指这些列国 他们若因勤学习我百姓的道 指着我的名启示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 指着巴力启示 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 他们若是不听 我必拔出那国 拔出而且毁灭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心对犹大和以色列 以及对列国都是一样公平的 他拔除是为了要重建他们 他说如果这些列国 能够像我的百姓一样来敬畏我 我就要重新建立他们 如果他们也像 他们以前是教导我的百姓 去敬拜巴力 而以后他们愿意被我的百姓 教导来敬拜我 我就要重建他们 不然我就要继续的拔除他们 这是神对以色列犹大 以及万国列邦的宣告 神透过这个来再次鼓励耶利尼 不要忘记 我已经立你在万国万邦之上 做万国的先知 因此跟我一起刚强吧 因为我们是知道末后有盼望的 拔除是为了要重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自己 因为我们被你管教 不是最终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悔改 重新回到你对我们生命的建造蓝图里面 主啊使我们的心 常常在你面前谦卑 走你的道路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